歡迎收看,我不喝拿鐵頻道 今天是莫非生存的第114集 這一集要快速帶大家來看一下官方新的情報 官方現在在晚上的時候都會發出一些新的訊息 剛好看到這張圖啊 跟大家來討論一下吧 他現在這張圖呢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他們官方發的 就是一個釣魚的圖 像這個我之前有介紹過嘛 這就是玩家提供的畫面 對,結果官方真的把它做出來了 像我們在昨天晚上介紹的時候 所以我介紹的就是官方有拍到畫面 就是有一個很像是釣魚的東西很模糊 完整圖就長這樣 可以看到這隻狗狗啊 就是我們現在Apple Store 就是你如果是看到遊戲的畫面的那個小圖啊 就是有一隻狗嘛 就是狼犬跟主角 可是現在看起來是天氣很好的狀態耶 所以這有可能會開放在哪裡呢 我們來探討一下 但上來講這就是之前一個玩家畫的 然後後來官方真的套用了 所以你們今天如果投稿的話 是有機會可以被官方使用到 這個東西到遊戲本身 好,然後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有魚 變魚肉嘛 所以釣到魚後就會有魚肉 這邊就是一個 原本要做一個岸邊嘛 岸邊的話就可以在這邊釣魚 所以未來應該就會馬上開放 就是我們的釣竿了 我們來看一下釣竿吧 釣竿這個東西其實 當它開放上面的地圖的時候 這裡就可以製作了 因為目前我們缺的是這兩個物件 對,這兩個物件如果做好以後呢 就是如果可以釣竿的話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包括我們的背包也可以做 所以呢 這東西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先跟大家講一下這東西 現在為什麼還沒開放的原因 好,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地圖的上方啊 這邊有森林嘛 森林的部分啊 是我們現在過不去 因為中間有河流 河流現在有幾個方式 有可能可以過去未來開放 第一個就是ATV ATV的部分是水路兩用車 對,這台車子未來應該可以開過去 然後再來就是船隻 可是目前還沒有任何圖片 不過有可能會實裝 有可能就可以過去 然後再來最近有開放一個 類似潛水挖鏡的東西 有些玩家跟我講說 那個殭屍 帶以後殭屍看不到你 這個目前我沒有實測過 因為我沒拿到 它是機車 機車世界裡面會拿到的一個物件 就是可以帶在頭上的一個頭套 可是這也是沒有製作啦 簡單來說呢 未來如果開放了這個釣竿的話 有可能它會開放在河邊 或許這邊有可能嗎 我覺得這邊看起來蠻像的 就這個上方這裡 有可能會在這邊吧 之類的 或是這個地方吧 看起來好像都蠻適合的 然後昨天那一集有說到 有一個類似像這個東西 對,這個塔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我們昨天看到的塔 它未來應該也可以開放使用 對,開放使用的話呢 這邊的東西都可以拿到了 就譬如說像這邊 這邊有特殊的礦石 可以在這邊拿到 這邊的話也可以看到有特殊的礦石跟樹木 再來就是這個 這邊 大致上來講呢 我們現在的樹木只開放到原木的部分 好,這個OAK呢 就是橡木 所以未來會開放 然後這是鋼 現在還沒有 應該會先開放 就是鋼的礦石 對,鋼的鋼礦啦 然後再來就是會有 橡木的原木 之後應該是一樣用工作做把它做成這個 這樣就會有釣竿了 後來呢 我們就可以多一個食物 叫做魚 對 你這個可以吃FISH了 可能還是要烤過吧 或者是生吃這樣也可以 因為我們角色可以生吃肉了 所以 再來可能會開放的釣竿 可能就會在上方這邊 然後 可能會先改版成冬季啦 大家事實上這一集呢 就帶大家認識一下 未來的改版 可能會有新的釣竿出現 我們可以去釣魚啦 那今天這一集就簡單介紹到這邊 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喔 我們下個遊戲見喔 掰掰 parler 有了 특히 Cu